美退出美俄中成核武条约或导致中俄边境紧张 作者香港特约记者珍 资料图片1987年12月8日 时任美国总统李根佑 与时任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华盛顿签署中成核武条约赞助商 链接赞助商 链接美国退出RNF条约 很多分析都关注今后美俄关系或中美关系淡险 有人提及美国此举对中俄之间的关系 外交家杂志网刊登一篇 分析指出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John Bolton 极力主张单方面退出RNF 他的如意算盘其实很可能还包括此举 对中俄日益频密的军事关系造成影响 道理很简单 中俄军事合作最近尽管非常火落 例如两国共同参与九月份单号为东方减2018的军事演习 但北京和莫斯科仍然相互有所开计 尤其在中俄边境的军事部署方面 文章指出双方之间的线缺互信很可能因为其中一方突然在边境部署长城 而又是高准绳的武器 从而扩大俄方息时早已有在中俄边境部署长城武器的打算 目的在于抵消中共在该去日渐增加的军事力量 事实上俄方一直都扬言要放弃RNF条约 除非这个条约亦包括中共在内 因为中共军火库已拥有相当数量的传统 以及核弹头的地面发射中程巡弋核弹道导弹 莫斯科认为因为RNF的限制它在远东地区的军力部署 一直都逊于中共中共的核子军火库 95%之上都是中程导弹系统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美国在2014年 开始指控俄方违反的RNF条约 指莫斯科秘密测试非法的地面发射巡弋导弹 北约趁之为SFC-8导弹射程 据称达到2000公里 也就是INF所禁止拥有的中程飞弹 SFC-8中程导弹 据报可以由俄制9P781在重发射车发射 事实上 俄方公开部署9K720伊斯坎德尔 伊斯坎德M系统 以充分反映莫斯科对北京在边境 日益增强的军事部署所感到的关注 俄方目前在临近中国边境的东部军区 部署了4个9K720伊斯坎德尔旅 数目是俄方在中部 南部或西部军区所部署的一倍 或许这是因为东部军区的地理范围之广阔 但另一方面而言 这是加强俄方抗衡中共传统和核武器的优势 赞助商 链接赞助商 链接上述4个9K720伊斯坎德尔旅 其中两个旅107和20旅部署 再是俄罗斯目前唯一一个犹太自治州 属于远东联邦管区与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 阿木尔州和中国黑龙江省接壤 另外有17公里长的边界与北韩接壤 显示着两只旅的军事目标 在于防范中国和一旦失控的朝鲜半岛 另外的103旅和刚编入军役的D3旅则分别部署在布里亚特共和国 接壤外蒙古以及部署在哥尔诺 接壤中国的内蒙省FFC-8中城核武的目标 表面上可以袭击美国 以及在欧洲的北约导弹防卫系统 但它仍然可以是俄方在亚洲一个活的棋子 伊斯坎德尔伊斯坎德M系统的导弹射程 是415至500公里一旦俄方将系统升级 配上SSC-8中城核武 俄罗斯东方军区抗衡中共的传统集合子力量 即可骤然增强 分析文章指出这样一来 中共军队势必对目前的部署有所调整 先一部分足可威胁美国和美国亚洲盟友的军事设施的中城武器 共军在中俄边境的军事重新部署 显然对华盛顿是一大胜利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文章 最后表示值得注意的是 中共与俄罗斯是前面战略性合作伙伴关系 但并非是军事联盟 尤其值得指出的就是 中俄双方在过去都三番四四 强调他们的军事联系属于非结盟性质 其中部分原因可能是这两个接壤 的国家相互之间一直欠缺互信 这或许不是博尔顿主张退出 INF的原意 但却有意无意之间 导致中俄双方关系紧张 拖延这两个国家发展 更深入的军事合作 感谢观看